4月6日,特斯拉CEO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宣布,特斯拉将在8月8日发布无人驾驶计程车Robot Darkse产品。 长期以来,对推出完全自动驾驶汽车的承诺一直是特斯拉估值高企的关键。 马斯克曾预言,未来无人驾驶车辆数量将超过人类驾驶车辆。 而如果特斯拉不能实现完全自动驾驶,侧其价值基本为零。 特斯拉在5年前曾表示,到2020年将有超过100万辆无人驾驶计程车行驶在大马路上。 这种汽车的使用寿命可达11年,行驶里程达100万英里,每英里乘坐平均成本约2到3美元,让车主每年获利3万美元。 但是,马斯克的这一计划一直未能兑现。 2023年第四季度以来,基于端度端神经网络的特斯拉FSD持续升级,累计行驶里程达10亿英里。 最新的FSD V12.3版本,可实现连续几天行驶,而无需人工接管。 近期,特斯拉对其全自动驾驶系统FSD进行了命名更新,从FSD Beta更改为FSD Supervised,暗示该系统以由公测阶段过渡到受监督的商业化运营阶段。 业界分析认为,这一进展为特斯拉在8月8日如期发布Robotaxe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。 业界分析